加州小院,大家好 今天要跟大家介绍这款乐器 名字叫Jim Bonner 去年无意间把它请了回来 一共买了三盆 那时还没有进乐器坑 所以不知所以 因为觉得它粉红色传统花型的高脚杯 形状非常的好看 就把它带了回来 回来后随便在情愿挖了两个坑 就把它种了下去 另外一棵就把它种在了后院 在我精心忙着照顾其他娇贵的乐器时 它总是不让我反省 从来没有生过病 时间到了 它静置就在高高的枝头上开满了花 每朵花 花型因为是高脚杯 所以在呈现一个花球时 实在是非常的好看 它的复花性非常的好 我查了一下在网上的资料说 它可以长到6英尺高 所以可以把它修成树形 我相信再过一两年 我的蜘蛛就会比较强壮有力 资料说它适合在美国国中 大概是5到9B的地区 我这边是10A 长得也很不错 我发现当花球中若有一朵花凋谢 它的花瓣就会自动掉落 不会烂在资头上 所以就让我省了不少心 不用一次去做修剪 我做这个视频是因为前几天 我在Home Depot有看到 他们用这款花做树月季 由于这款花的枝条比较柔软 加上高脚杯的形状 加上又满满的花球 我相信是一个很完美树月季的选择 有兴趣的花友千万不要错过 请花友们点赞转发并打开小铃铛 跟我们分享你种这Gin Bonner的经验 希望花友们种花成功 感谢你的陪伴 加州小院祝平安 我们下次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